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县长许真卫22号是来到了台北市 听取AAMA摇篮计划 这是一个公益性创业服务计划 是以培育台湾下一代具有指标性创业家为使命 而花莲县长许真卫是希望在平台上 能够为花莲的创业者来提供在此交流经验 相互学习来激荡创业的一个平台 为了提升花莲产业创新研发与行销 鼓励新创事业成立 花莲县长许真卫22号协同了相关局处首长 来到台北华山文创园区 华山AAMA共学共创基地 与AAMA台北摇篮计划 共同创办人及校长颜漏友 和台北摇篮计划创业家交流分享 创新创业议题 期盼能够将台北成功案例 带回花莲 帮助花莲更多的产业发展 刚刚Charles在讲说 其实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 2012年 第一个这个集合体 它是一个公益计划 那我们一开始 事实上还不是一个基金会的组织 我们就是一个公益性的发起 想让它经历的流程 来跟这些咬人计划的分享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交通去活动 这一般我们学习的方式上面 不同于这个台湾业界新创加速机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全都是最实际的案例 然后都是新创业议分享的 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 花莲其实是算 苦茶池的台湾的几个大产品之一 然后主要在我们就是民众 今天花莲经典的时候 那边有很多造物 那时候都采取不住 所以我们能够 然后我们认为呢 在花莲的苦茶池或是苦茶油的发展 我们会建议有几个阶段去做进行 邀请农业、平台、旅游、数据相关创业家 简单分享彼此在各自领域 成立理念以及创业过程等等 并各自为花莲做初步的未来规划与来宾分享 许县长表示 期盼能够从成功创业者当中 汲取丰富的经验带回花莲 帮助更多花莲产业的发展 在台湾榨油 但是产地标是丢卸台湾